顺其自然,你不刻意去做 就是什么呢?就是chaos,就是混乱,最后就是死亡 很多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刻意去做的 不是等到有时间,而是这个时间是我特地把它定下来 归给上帝,然后我就去追求上帝了 所以我们必须刻意去这么做 在信仰上是如此,在婚姻里面也是如此 在人际关系里面也如此 当然在你的事业,你也是刻意去做 你不会说,我创了事业,我就让他顺其自然 不会的 所以各位,让我们,如果我们要得着耶稣所说的 你要得到,我来是给你们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的 让我们刻意去追求上帝 刻意去追求那一个的丰盛的生命 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刚才的境外赞美 对带领我们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 各位你知道吗? 那敬拜就是我们信仰里面唯一的一个的燃料 我们的汽车,有些是走电的,有些是走汽油的 那个是他的燃料 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就是我们全人 我们全身的一个的顺服 我们全民的一个降服 把我们的敬拜归给这个独一的上帝 以及上帝就会把他的恩典 他的福气呢,赐给我们 我们的信仰就会更丰盛了 我们感谢神 所以各位,如果信仰是一个的 一百公尺的短距离赛跑 大家知道一百公尺的赛跑吗? 或许很多人就能够这么说的哈 拍着胸膛 然后是非常的豪气万千 就像当年那个彼得 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个晚餐 最后的晚餐 彼得说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哎呀 过了今天晚上,我就会被抓等等等等 被钉十字架等等了 彼得说什么哈? 彼得说主啊 他拍着胸膛说 主啊,我就是与你同坐见老 我就是与你同死哈 我也是甘心哈 各位,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百公尺的赛跑 这一百公尺的赛跑呢 只要我们咬紧牙根 我们一时的激动 我们一时的激情 我们能够许下豪气万千的这个的诺源 然后呢,我们就咬紧牙关 来跑这个一百米的赛跑 但是各位,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百公尺的 我们的信仰是马拉登来的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要跑 你知道马拉登要跑多少公里吗? 四十二点多公里 这个跑马拉登 跑这个马拉虫的人生的长跑 就好比我们的信仰 在这个马拉登里面 在这个马拉虫赛跑里面 他不讲究那种像跑一百米的那种选手 你看过一百米的选手和跑马拉登选手 他之间的分别吗? 跑一百米 他的肌肉是非常发达的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在一百公尺 他就是咬紧牙根 他需要有一个非常爆发力的一个的冲刺 然后呢,就冲完这一百公尺 你知道世界纪录一百公尺是多少吗?跑完 他是这个Bow所创下的 9.54秒就可以跑完一百公尺 我再说,各位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百公尺 即使有困难 即使有挑战 即使有眼泪 哎呀,咬紧牙关 一百公尺罢了吗? 九点多秒罢了吗? 但是我们的信仰往往就是马拉登 这个马拉松选手你看过吗? 大多数的马拉松选手都是瘦瘦干干的 是啊,因为在跑42公里 他不讲求一时的激情 他不讲求一时的爆发力 他讲求的是什么呢? 他讲求的是跑啊跑啊跑 已经非常累了 双脚已经非常酸了 哇,整身都好像骨头要散了 他还是继续的坚持 他高的是意志力 各位,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 我们不时会遇到挑战 我们不时会遇到患难 我们会遇到苦难 我们也有会面对一些的逼迫 我们有一些的引诱 然后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也有情绪的高低等等 许多时候都是那个撒旦魔鬼 他想尽办法要打倒我们 但是让我们不要认同罪恶 即使这个撒旦要让我们离开耶稣 要让我们离开上帝 他要我们否认耶稣的名 但是耶稣说 你们一定要知识中心 我要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 耶稣这么宝贵的一个的应许呢 第一次是向着第一世纪的 这个斯美纳教会来说的 我们继续下去听上帝话语之前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仰望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要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卑微 也常常得罪你 也常常软弱的一个的罪人 因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丰富的这个的恩典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 来遮盖我们 来赦免我们 来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 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怀抱当中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能够毫无拦阻地达到你的宝座前 并且我们的人生 这个信仰的大路 即使面对挑战 我们依然知道耶稣与我们同行 正如你像这个斯美纳教会所说的 要自死忠心 你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 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 我们也向你呼求 我们真的是渴望那个生命的冠冕 求主赐给我们 因此当我们继续听下去 我们打开你的话语 颂读的时候 求主借着圣灵 亲自向我们说话 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的恩典 等候你的赐福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各位请打开圣经 请打开圣经 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我连给大家听这一段 不是太长的经文 耶稣就借着那个的门徒约翰 那个已经是一个 那时候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他就叫他写信 然后这封信就写给斯美纳教会 耶稣这么说 你要写信给斯美纳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这样的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监里 叫你们被思念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不要把圣经盖起来 或者你的电话的圣经 不要把它关起来 因为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 我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就没有再提 或者没有再重读 除非是一些我要强调的 让我们捧着圣经来看 以至于 圣灵就借着他自己的话语 亲自向我们说话 我们就能够领受的更深 我们就能够领受的更多 各位 圣灵哪教会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说我们将会 从第二章第三章 一起来走过 这个起苏乐的去教会 你在这个地图里面看到 其实起苏乐的去教会 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西边 然后过了那边 就是这个的地中海 我们把这个释放格 把它放大 就是这样 你就会看到 四面哪教会在哪里 就是在那个红色的 闪一下闪一下的圈里面 它就是在海边 那个海就是地中海 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以福所教会 我想请问大家 你知道吗 从以福所教会 去到四美哪教会 要多久的时间 从以福所教会 去到四美哪的教会 需要多久时间 如果在当时 在耶稣的时代 或者是在这个第一世纪 大概需要两三天走路 而这个启示录去教会里面 以福所教会 四美哪教会 别家 摩 推 推 沙 迪 非 铁 非 老底 家 你就在这个地图里面 你会看到 它是一个顺时钟的 一个的次序 当时呢 就是写了这些信 派了 交给了一些人 那些人就是 顺着这样的一个的 顺时钟的这个路线呢 把信 传去 一个一个的教会 当时是 以福所然后去到四美哪 大概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各位今天呢 在我们当中呢 如果我们需要从 以福所去到四美哪 要多久时间呢 将近一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次我们讲 以福所的时候 是在12月30号 今天是1月20多号 对于我们来说 好像是过了一个月 但是其实当时 是两三天就来到 这个四美哪 这个的教会 各位四美哪教会 或者四美哪 这个的地方呢 被称为 亚西亚的冠冕 它是当时那七个城市当中呢 最美丽的 这个的城市 罗马的那个的海味 那个的大道 加上 它得天独厚 很优良的 这个的海港呢 使到四美哪 这个的城市 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富有的 一个贸易的大都会 在当中呢 在当时呢 就建了当时最大的 那个theater 那个的剧场 最大的图书馆 还有呢 体育馆 音乐厅 还有当然有 许多许多偶像的庙宇 而且呢 四美哪的居民 他们最引以为荣 是什么呢 四美哪教 四美哪这个城市的居民呢 他们有一个 最引以为荣的 就是他们对罗马帝国 他们对罗马皇帝呢 是非常非常忠心的 四美哪这个城市 是当时第一座 为罗马皇帝 盖妙 献祭给罗马皇帝的 这一个的城市 他们时常都引以为荣 我们是第一个 我们是最效忠罗马帝国的 我们是对罗马皇帝 最忠心的 但是各位要在这样的一个 美丽 繁荣 很富有的大都会 忠心的做一个 很忠心的罗马皇帝的 子民 很容易 但是要忠心的做一个 耶稣基督的门徒 却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们能够在第九节到第十节 我们看到四美哪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遭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困难呢 在这边 耶稣说 我知道 我知道你所受的患难 第一 他们遭受到患难 什么患难呢 这里这个患难的意思呢 是一种难以担当的大苦难 同样的字眼 如果用在旧约的时候 是用在什么时候呢 是用在他们在埃及 以色列人在埃及 做了四百年的努力 那种的痛苦啊 以至于上帝说 我听到你们呼叫的这个痛苦 我就下来拯救你们 那个痛苦或者这个患难 是形容当时在埃及 做了四百年的努力 还有什么时候用了 这一个的患难呢 这个字眼呢 就是后来在以色列人 他们国破嫁亡的时候 在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 尼布加尼三王攻破之后呢 把他们这些人杀的杀 打的打 然后把那些年轻的就抓到 一千五百多公里以外的 我们叫做被掳 或者流放到 巴比伦帝国这种国破嫁亡 这种的患难是用在这边 然后呢 来到这边的时候 是用在 圣美纳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 所遭遇到的那种的困境 这个难以担当的大苦难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因为弟兄姐妹 做错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非常忠心于耶稣基督 而遭受到的 比伦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要这个患难的话 这个难以担当的大苦难的话 不要信耶稣了 不要信耶稣就没有了 信耶稣就有了 这样的一个的患难 而最终的一个的代价 这个难以担当的大苦难 最后的一个代价就是死亡 第二 耶稣说 我知道你们遇到贫穷 我也曾经在分享里面提过 信耶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希腊文是一个非常精准的 一个的语文 所以在这个贫穷呢 也有两个字眼来形容贫穷的 一个字眼是 是我贫穷 我家徒私必 我没有储蓄 我贫穷到一个地步呢 我必须做一天的工 我才有一天的饭吃 我不做工我就没有饭吃 贫穷 穷不穷啊 穷 但是治理这个贫穷呢 比刚才那个贫穷 是更加的穷啊 这个穷是 真的是一无所有的 那种穷啊 你说我做一天工 就有一天的饭吃穷啊 但是现在我连做工的机会都没有啊 我真的是穷到一无所有 为什么 斯美纳教会的弟兄姐妹 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步呢 是因为他们的家产 他们的家业 他们的钱财啊 都在必不当中 或者是被政府充公 或者是被那些暴民 就是必不他们 追杀他们 抢夺他们的这些人呢 喜结一空 第三 耶稣说 我知道你们被毁谤 初期教会的信徒们 时常被套上一些无需有的 一些的罪名 他们说啊 你们这些人 基督徒啊 你们真的是对罗马帝国 跟罗马皇帝不中心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享受的 这个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事 是这个罗马皇帝 示恩给我们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主 就是凯撒 就是罗马皇帝 但是你们这般人 你们这般基督徒 却说你们的主呢 是耶稣 并且你们说 耶稣还要再来 然后你们说 耶稣再来还要作王 是不是你们就有造反的 这样的一个意图在当中 而且呢 他们时常对基督徒 有很多很多的误会 哎呀 你们这般人躲起来 做什么呢 哇 你们这般躲起来 喝血 吃肉 吃人的肉 哎呀 他们误会我们手生餐 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他们不明白 那个属灵的意义 就以为 这般基督徒躲起来 就是在喝人血 就是吃人肉 有很多很多的毁谤 对四妹教会的 弟兄姐妹来说 最致命的毁谤是什么呢 说他们不忠心 刚才说了 这个不忠心呢 是足够成为一个 死罪的一个的指控 所以耶稣说 他们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 他们是要打倒 企图 打倒教会 他们是要企图 教耶稣的名 受羞辱的这般的人 撒旦一会的人 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只有一个主 我们口称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这个已经构成一个 无可弥补的一个的死罪 第四 下见脑 耶稣说 我知道你们 当中一些的人 被撒旦魔鬼 抓去了 下在见脑里面 耶稣说 我知道这些人是被下见脑 各位你知道 只是做见脑 还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往往在当时 做见脑只是一个前奏 前面的 开胃菜而已 后面的主菜是什么呢 后面的主菜是什么呢 就是把基督徒先关起来 关起来呢 就是等什么 等到帝国 庆祝了 庆祝 各种各样的节日的时候 把那般的基督徒提出来 从见脑里面抓出来 他们是该死的 就把他们带到这个的剧场 剧场里面围观了许多的人 这些人开口用罪恶毒的话 来咒诅这些基督徒 你们真的是该死的 然后呢 就把他们放出来 把狮子也放出来 把那些熊放出来 追着基督徒来咬 当然这些的猛兽 把基督徒的肉呢 一片一片咬下来 然后把基督徒的脖子都咬断了 这些人拍手叫好 这些人真该死 还有呢 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促使基督徒 钉十字架 这么喜欢钉十字架的耶稣 你们也来钉一下 不单只钉 大概这个的想象图 钉起来还用火烧 被砍头 我想在这么多当中 被砍头是最仁慈的 砍了就算了 但是其他的那些 是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信耶稣 要信到这样的一个的样子呢 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的地方 我们在我们这个的出景 当我们对我们的信仰 显得那么的马虎 当我们对我们的信仰 显得那么的 我不关心 当我们对我们的信仰 显得 哎呀 受到一点点委屈 受到一点点痛苦 我不要来教会了 我不喜欢这个的人了 我不喜欢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的情况 我不要信耶稣了 但是你知道吗 对四妹教会的弟兄姐妹 信耶稣是要用生命去换的 这个不仅让我们去问 为什么他们还要信呢 我们来看看 耶稣怎么称呼他自己 第八节 名字 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说 我想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但是对犹太人 特别他们注重名字 他们注重怎么样称呼自己 因为这个就是代表他的生命 代表他生命里面一些 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 当耶稣写信给四妹那的时候 他怎么样称呼他自己 各位我们也会看到的 无论是之前的与福所 跟以后另外那五间教会 耶稣对自己的称呼呢 是针对他们当时的出警 来称呼他自己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 耶稣怎么样称呼他自己 但基督徒的身体 在这些暴徒的咒骂 嘲笑的声音当中 基督徒一个一个倒下 基督徒的肉被拉扯出来 鲜血沾满了当时的 那个的斗兽场的地上的时候 难道凯撒 就是罗马皇帝 真的就是那个 拥有至高无上权柄 能够将人出于死地的 那个的人吗 难道就是凯撒 是那个手中拥有 生死之权的 那个的胜利者吗 让我们来看看 耶稣怎么样像这一般 被毁谤 召唤难 遇到贫穷 被下煎熬的 这一般用生命 来换他们的信仰的 这般基督徒呢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我是那首先的 末后的 什么意思呢 首先的末后的 那个是在旧约里面 耶和华上帝对自己的称呼 最原始的那个 这个的格式 或者最原始的那个的称呼 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 这也回到出埃及的时候 摩西就问 这个 上帝你叫什么名字 上帝说我没有名字 我就是那个 本来就有的 而且存到永永远远的 那个独一的上帝 现在耶稣把 旧约里面 那个上帝支撑 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我就是那个首先的 末后的 各位这句话 或者这个的称呼呢 对一个当时 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的 斯美拉弟兄姐妹来说 是何等大的一个的安慰 就正如 一个 癌症患者 找完了 全部医生都没有希望 现在一个人来到他面前 我就是专制 专医治你的 这个癌症病的 这个医生 我在我手上的 没有一个失败的 全部成功的 你说对他来说 他本来已经非常绝望了 看过几乎全世界的医生 现在有一个医生跟他说 在我手中 我是专制的 我手中 完全都是成功的 没有失败的例子 耶稣就是这样 来对这班 弟兄姐妹 这么耍 各位 首先的末后的 代表什么呢 除了是上帝自己的称呼 也代表呢 人类的历史 耶稣说呢 我的生命 比人类的历史 更早 我是自由的 然后我的生命 比人类的历史 更长远 而且存到永永远远 它是历史的主宰 还有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 耶稣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他代表了 他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他从来没有缺席过 他从来没有 在我们的患难里面 缺席过 他从来没有 在我们的眼泪 当中缺席过 他从来没有 在我们灵性 最低潮的时候 缺席过 他从来没有 在我们被人家毁谤 被人家攻击的时候 缺席过 耶稣说 我是那首先的 我是那末后的 这个让我们去再一次 来宣告 耶稣是那个掌王权 居首位的那个耶稣 这个是何等安慰的 一个的信息 因为耶稣基督 一直与我们同在 正如他当年 他当年一直跟那一般 遭受到患难 死亡 威胁的那一般 斯美纳教会的弟兄姐妹 然后耶稣说什么呢 第二 耶稣说 我是那死过又活的 这个支撑呢 听在斯美纳城的居民 当然也包括这些弟兄姐妹的耳朵里面 是特别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我们时常说 我们读圣经 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回到他的背景里面去解释 为什么耶稣对着斯美纳教会说 我是那死过又活的呢 原来斯美纳这座城市 这个这么美丽的城市 这个这么富有 这么环荣的城市呢 在祖前六百年 好 这个启示录是在祖后第一个世纪写成 意思说 在这封信写成的之前六百年 曾经在一次的很大的 大规模的战争当中 斯美纳城被彻底拆毁 被彻底毁坏 但是四百年后 就是离开这个 这封信写成的之前两百年 这一个斯美纳城 却在奇迹当中 重新被建立起来 而且从那个时候起 欣欣向荣 一直非常的环华 直到这封信写成 耶稣就把这一种 曾经毁坏 仿佛已经死到彻彻底底了 但是又能够活过来 这种情况 化为他描述他自己的生命 斯美纳城的居民 非常的 的 骄傲 我们的城市 以前曾经完全毁坏 现在呢 靠我们的努力 重新又建立起来 耶稣说 我是那死过又活的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 需要去追求的 不是追求地上的 这个 彻底毁坏 然后又重新富有起来 耶稣说 去追求这种的生命 耶稣说 我胜过死亡 我胜过死亡 我是那个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过来 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 耶稣说 我用我的十字架 胜过痛苦 我用我的十字架 胜过眼泪 我用我的十字架 胜过羞辱 我用我的十字架 胜过死亡 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谦卑的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承认我们 真的是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有耶稣 我们有耶稣就够了 我们把我们的眼泪 痛苦 胜上的疾病 忧虑中担 情绪里面的干扰 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说 我是那死过又活的 我才是那个真正掌权 真正掌权的是 罗马皇帝吗 外表看起来好像是 当时 真正掌权的是 那个撒旦吗 看起来好事 好像是 因为他有权 还把人抓在街头里面 然后又好像时常能够攻击人 诱惑人 控告人 好像是 但是这些都是假的 这些都不是 真正有王权与生命的呢 是这一位死过又活的主 是这位首先的 末后的 然后活到永永远远的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紧紧地抓住 这个宝贵的应许 我们人生的道路 正如我刚才一开始说的 是一个马拉登 要跑很久啊 不是靠一时的意气用事 而是靠那个的意志 那个的意志是什么呢 那个意志是我坚信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家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教会的主 耶稣基督是全宇宙的主 这样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即使发酸啊 即使想要放弃啊 但是我们还继续地向前 耶稣应许啊 如果你们知死中心啊 知死啊 刚才说了 师妹拿的弟兄姐妹信耶稣呢 真的是要拿生命去换 在第十节 那边说 撒旦要把你们下在监牢里面 叫你们被试验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为什么是十日 为什么不是九日 是十一日 或者十一日 这里是一个形容 这里只是说呢 是有苦难有眼泪 有死亡的威胁 但是它是有一个先度的 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定的 这个十日 比起耶稣基督活到永永远远的这种的生命呢 真算不得什么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知死中心 我赐给你呢 生命的冠冕 这个的冠冕呢 不是我们看到的图画啊 或者是那个皇帝 那个king啊 头上戴着那个金碧辉煌的 那个的皇冠 不是 这里这个冠冕呢 是指到什么呢 是指到当时 在运动场上 当时最出名的就是 Olympic Olympic Games 另外一个第二大的规模的运动会 是在哥林多举行的 哇 当时的人呢 当时的运动员呢 他们认为呢 我在这个运动场上 赛跑也好 斗拳 打拳也好 各种各样 我能够胜利 我能够成为第一名 然后呢 我在万人的欢呼当中呢 我站上那个领奖台 然后那个的皇帝也好 那个长官也好 把这个冠冕 这个是用五花果树 或者是有时是用橄榄树的枝叶 编织成的 戴上他的头上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个是我人生当中 最大的荣耀 这个是我人生当中 最高峰的地位 耶稣说 不要去追求 这种的观念 这种的观念 过几天就顾伪了 即使是人生当中 最大的荣耀 即使是人生当中 最高峰 几天就顾伪了 下一年 或者下一次的运动会 有另外一个新的运动员 重新戴上了 别人都忘记你了 耶稣说 你要追求的是 那个生命的冠冕 那个生命的冠冕 是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生命的冠冕 谁才配得戴上去呢 那些知识中心的人 各位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形容词 去形容什么叫做 知识中心 但是我想 让我们就看看 当时斯美纳教会里面的一个的牧师 或者叫做主教 他的生命的见证 我们就能够体会 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 破利家 破利家 是耶稣的这个的门徒 约翰 选立 然后把他派到 斯美纳教会 做牧师 或者做牧者 他成为斯美纳这个地方的主教 他大概在主后 150多年的时候 在主后150多年的时候呢 又一次必不教会 哇那些暴徒 那些长官 那些士兵 到处去抓哪基督徒 后来有人说 哎呀抓 擒贼先擒王 既然要抓 就抓他们的头了 所以Dr.Guan 保重 教会的领袖保重 要抓就抓 同样的各位 在属灵的阵战里面 撒旦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 教会里面的领袖 你们要多多为教会的领袖祷告 支持他们 所以当时要抓呢 就抓他们的头了 就抓Polyga 但是那时Polyga已经86岁了 所以抓他的那个士兵呢 其实是扶着他走 看到老人家脚都整了 他们都不忍心了 本来就是要抓他去那个刑场 用火烧他 这个士兵 在带抱着他 或者拖着他去刑场 路上不断地去游说他 哎呀老人家 信耶稣为什么信得这么辛苦 你只要去到那边 对着我们的长官 说一声 耶稣基督不是我的主 凯撒才是我的主 哎 无罪释放 一等良好功名 多容易 各位多容易 免去一切的患难 免去一切的死亡 多容易 只要否认耶稣 这个老人家说什么呢 他说我跟随耶稣86年了 我今年86岁 耶稣从来没有一天 从来没有一次亏待过我 我怎么样能够亵渎他呢 后来终于带到这个总督的面前 这个总督也是不断地游说他 哎呀老人家 其实可能总督心里面讲 哎呀就算我不杀死你 你还能够活多久呢 但是他就是顶不顺 这个老人家这么固执 我觉得非常没有念 好你这么想死 好 把他绑起来 用火烧 当然士兵要把这个破利甲老人家 绑起来的时候 破利甲讲什么呢 破利甲讲不必绑 为什么他们要绑起来呢 因为战火烧的时候会痛啊 痛就跑掉了 所以要绑起来 这破利甲说不用绑 那个吃给我生命 那个吃给我力量的 足够让我忍受这个火的烧 我不会跑的 在破利甲大声赞美上帝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我要赞美我的主 就在破利甲 这个的大声的赞美和祷告当中 这个火被点起来 这个熊熊的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 看起来是一个老人家被烧死 其实就完美的诠释 什么叫做自死中心 什么叫做为主摆上的一个榜样 据说 当然这个只是据说 据说呢 当时破利甲的下半身 已经被烧成灰烬的时候 这个熊熊的火焰当中 还传出来 我要赞美我的上帝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各位 信耶稣要信到这样 信耶稣要信 当然我们祈求上帝免去 我们的信心太小 免去我们这些的苦难 但是如果真有一天 这个信仰里面的挑战来到的时候 让我们抓住耶稣基督 这个的允许 自死中心 没关系 忍一忍 但是呢 有自到永永远远的 这个生命的官员 我们彼此 弟兄姐妹 彼此的提醒 彼此的鼓励 我们一起来跑 这个信仰的马拉丛 是美娜 亚细亚的官员 为什么成为 叫做亚细亚的官员呢 因为它是一个港口 很漂亮的港口 那些船呢 慢慢航 航 要靠近 这个世美娜的港口的时候 他们就会看到这个 帕阔山 这个帕阔山就在海边 这个帕阔山在当时呢 哇 上面建了很整齐的 一排一排的庙 偶像的庙 所以远远看去 真好像一个人头上带着冠冕 所以当那些船慢慢靠近 世美娜的时候 看到这个帕阔山的时候 哇 世美娜的官 这个亚细亚的冠冕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酒店就住在这个帕阔山的对面 这个照片 还有那个的夜景 是我从我的酒店的窗口派出去的 特别是晚上你看 哇 真的是亚细亚的冠冕 但是比较起 末后 耶稣再来 我们 自死中心的生徒们 我们头上带着的那个的冠冕 更值得我们去羡慕和追求 当时那些的偶像的庙宇 全部已经倒塌了 但是生命的冠冕 却是存到永永远远 谁才是最后的得胜者呢 那些必不基督徒的 报名吗 那些长官吗 那些叛基督徒死刑的 那个的总督吗 凯撒皇帝吗 撒旦吗 No 是最后的得胜者 是自死中心的基督徒 耶稣有什么应许呢 第十一节 耶稣的应许 他说 当你们自死中心的时候呢 必不遭受第二次的死 是 我们人人都有第一次的死 如果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 这个肉体上的死 但是更可怕的是 耶稣再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发现 我们不是站在耶稣那边 而是站在撒旦这一边的 那时候要有第二次的死 那个再没有悔改的机会 那个再没有忧疼的机会 耶稣说 如果你自死中心的话 我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军 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必不 在希腊文里面 是用了两个非常强烈的死 放在一起 你说 negative negative positive 不是 它是两个沉在一起 就是耶稣非常坚定地 告诉他的信徒 你们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 还有呢 这个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只在 启示录出现 全本圣经里面 他是在指到 耶稣再来之前 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去领受 耶稣的救恩 然后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是强调死亡 不再有任何的权柄 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 我们做一些的结论 短短几节的经文 其实是用生命 用基督徒的鲜血 来写成的 第一 耶稣说我知道 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等等等等 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贫穷 那种贫穷是 一无所有的贫穷 好 我们对比一下 耶稣怎么样评论 老底家教会 就是最后一件教会 第七件教会 我们翻一翻圣经 第三章第十七节 第三章第十七节 老底家教会 是当时最富有的城市 也是当时最富有的教会 它跟斯美那是相反 斯美那是最贫穷的教会 好 看看耶稣怎么样 对老底家教会说 第三章第十七节 我那个给大家听 耶稣这么说 耶稣说 你说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说 我是富足 我已经发了财 我一样都不缺 对比斯美那是一无所有 自己是一样都不缺 但是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你不知道 你就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测身的 连衣服都没有得穿 各位这里的富有 还有贫穷 在这两处的经文 用的都是一个 可是都是同样的字眼 同样的字眼 富足 同样的字眼 贫穷 但是你看 在耶稣的眼中 这个贫穷跟富足 是用人间的标准吗 还是用我们 信心的 程度的标准 两间教会 是完全相反 耶稣知道 第二 云彩般的 见证人 世界最高的山 就是在喜马拉雅 山脉里面 那个最高的峰 Mal Everest 珠穆朗玛峰 之前一直都被认为 要爬上最高 是不可能的 是一个不可能 征服的一个山峰 直到1953年 这个纽西兰人 今天在纽西兰南岛的 Mal Cole 有一个他的纪念馆 就是这个 Sir Edmund Hairie 就是在1953年 就是在没有任何的 一个的辅助之下 登上了 这个最高峰 这个神话 才被打破 以前都是那种 不可能的 人类不可能上去的 各位也是如此 我们实际上觉得 哎呀 你不是我 你不知道我的患难 不可能胜过了 哎呀 我的痛苦 不可能有人了解的 哎呀 我现在面对的这个困境 是不可能 能够解决的 各位 耶稣能够打破 这个不可能的神话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 见证人 谁呀 Poligia 圣美纳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历代历世的 这些寻道者 寻道就是 用生命去换取 这个的福音 还有我们教会里面的 一些属灵的长辈 他们的生命 就正如云彩般 希伯来书说 这些见证人 就在我们周围 向我们见证 耶稣 基督 施主 今天 斯美纳城 还是一个非常活跃 基督徒 然后 神学 还是非常活跃的 一个的 在 伊斯兰国家 土耳其 却是一个基督徒 聚集的一个的中心 当然那边是 东正教 就是 Orthodox Church 也是我们基督教的其中一个分支 而且 而且也是启述入七教会里面唯一直到今天还存在的 你说 是患难能够打倒我们吗 是痛苦能够打倒我们吗 但是经过了两千年 斯美纳教会 依然存在 在当中呢 在这个斯美纳城里面就建了纪念破里甲的一个礼拜堂 这个礼拜堂如果你走在街上 它就在街边 你在街上 你根本不觉得它是一个礼拜堂 它外表非常的 淡淡 平淡无奇 这个礼拜堂呢 是对外开放的 我们的导游 申请了特别的准证 只要带我们进去 我们一团人 就进去里面 但是一进到里面去 非常的福利堂 这个好比是象征了破里甲的生命 这好比是象征了许多圣徒的生命 当然也是耶稣的生命 外表看起来平平凡凡 甚至圣经形容耶稣 是长经忧患 但是呢 里面的生命是非常的丰盛 所以就来到里面 那个修女特别的盯住我们 你们不可以在这边有任何的 仓师啊 举行敬拜啊等等 你会很奇怪 礼拜堂里面敬拜上帝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因为这些Octotus Church 这些东正教 是非常注重敬拜的礼仪的 要在他们的这个 东正教的教堂里面 敬拜的时候 要跟他们的礼仪 不能跟我们自己的 所以他就说 不要破坏这个规矩 当然我们就 做客人嘛 来到就要遵守别人的传统 但是后来他就会说 你们可以读圣经 你们可以讲解圣经 哎呀 真的是多么的兴奋 能够在纪念 破离甲的这个礼拜堂 然后讲解圣经 在这个礼拜堂 前面大概这个位置呢 就有就是这幅画 这幅画就纪念了 破离甲当时被猝死的情况 也有另外一个传说 说他点火烧不死 当然你就知道是神话了 最后这个兵呢 用刀把他吃死 这个是另外一个传说 哎呀 我就被邀请在那边分享 我就跟他们讲 今天我们刚才所听的 当然是荣缩版 然后我讲到超过20年 我的太太第一次做我的翻译 这一次在这个破离甲 纪念礼拜堂里面 分享上帝的话 正是我的生命里面 讲到的经验里面 最难忘 最难忘的一次 最后我以这幅图画来做结束 这幅图画是这个 米开朗基罗所画的 画在哪里呢 画在这个梵蒂冈 就是天主教的总部 但是不是在那个圣彼得大教堂 是这个圣彼得大教堂 旁边的一个小chapel 的一个墙壁里面 画在他的题目是最后的审判 耶稣坐在宝座上 然后呢 那些圣徒呢 都来朝见耶稣 各位 在这个教会的传统里面 耶稣的十二门徒 当然除去犹大了 后来古上一个 然后也帮了保罗等等 这些门徒都是殉道死的 除了约翰 所谓殉道就是被杀死的 我只要大家关注一个罢了 这一个 当然你可能看得不是太清楚 以后有机会去到凡帝干 好好地看 这个是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 叫做巴多罗买 他是怎么死的呢 我刚才说的 砍头是最痛快的 一下子算了 但是巴多罗买是怎么样被处死的呢 把他全身的皮剥掉 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在耶稣再来掌权的时候呢 巴多罗买带着他的皮来见耶稣 耶稣 这个就是我对你的信心 耶稣说 你配得那生命的观念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 今天在座的每个人 然后在线上听到 这篇信息的每个人 我们有一天都头戴 生命的观念 阿们 阿们 我们用信心去回应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 真的是当讲起 教会的这些 有血有泪的传统的时候 也特别在你的话语的 英证之下 也特别是当我们在追溯 这些基督徒 是怎样用他们的生命来换取 信仰 当他们奔跑这个马拉虫的 信仰的床跑的时候 他们是忍受苦难 忍受痛苦 忍受眼泪 忍受逼迫 忍受不公平 不人道的对待 最后甚至是 是负上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们的眼光 那个信心 是超越第一次的死亡 以至于他们能够看到 那个荣耀宝座上的耶稣 这个耶稣说 我是那首先 直到末后 我是那永远活着的 他们看到这个耶稣 这个耶稣说 我是死过 但是我从此活着 活到永永远远的 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超然的星星眼光 以至于 他们配得 头戴生命的观点 天父上帝 我们求你 把这个的星星 赐给我们 让我们 有一天也像你说 主啊 这是我的信心 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这就是我对你的尾声 我们这样祷告 谦卑地向你祈求 是奉抗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帝赐福我们 那我们请自业 请另外赞友团来为我们唱出歌 那我们唱出歌的时候 你需要什么祷告的代祷 请上前来我们的讲言 我们的教会 就会为我们代祷 Amen Hallelujah And 记得 我们要致死忠敬啊 很重要啊 不管经过什么灾难 或者经过苦难 我们要致死忠敬 Amen Hallelujah 有什么需要的 你上前来打倒 Amen Testing Testing 美好的旧主 美好的旧主 欢然时刻 你是随时的帮助 祝你 祝你一次的平安 神光这世界 一生心靠你不怕任何风浪 心事的天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